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大黄 大黄是多年生的高大草本植物 大黄非常耐寒 每年几乎不需要怎么浇水 它就从土里冒出来了 新鲜大黄吃起来很脆 口味有点带酸 口感非常清新 很像山楂的味道 大黄的根茎富含各种维生素 比方说ABCD和各种矿物质 钙和镁 今天咱们就来摘取大黄的根茎 来做一些蛋糕美食和甜点 大黄的叶子含有一些微量的毒素 所以不建议直接使用 回家后把大黄的根茎冲洗干净 用一个烧锅放入冰糖 然后把水煮开 倒入已经切好的根茎 大概需要蒸煮5分钟左右的时间 看见猫泡了 说明跟镜里的纤维开始抽丝出来 这就是煮好之后的大黄水 我们等它冷却之后呢 就能做各种糕点了 为了让大黄的水更加凝稠 我们用一些玉米粉 调制在内 静置冷却 我们用了一些面粉和两个鸡蛋 随后把冷却完的大黄水 调制在面粉里 不停地搅拌均匀 形成一个蛋糕的机制 调制好的大黄面粉团 放在这个烘烤的盘子里 同时进行饧面 多余的大黄水 装进这两个杯子里 同时放进冰箱一会儿 就能形成非常好的酱暑饮料 刨冰 蛋糕放进烤箱内 烘烤温度在350华氏摄氏度 烘烤时间20分钟左右 就能形成非常甜美的蛋糕 以及发糕了 金黄金黄的是不特别又人呢 用大黄做的蛋糕 非常的Q弹 咱们打开一个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